苗栗县头份市中信路 今年3月配合中央推行交通政策 在道路重铺工程增设左转车道 不过弯来弯去的标线引来地方反弹 经市工所沟通检讨 已经取消五处路口左转道 以符合用路习惯与通行安全 标线弯来弯去 民众该顺着行驶还是违规直线走 头份市中信路随着周边道路打通 车流不断增加 市工所维护路平 今年3月完成道路重铺 不过配合中央推动的交通标线化石方式 却引来用路人批评 其实中信路的道路的改善的部分 那原先我们工所那时候也是想 就是说把路面做平整就好 可是就是说到了上级去审查的时候 那上级就有要求要依照县政府 那那个高事故风险的路口改善 优先改善的计划去套路 做施作 所以我们也因应 那上级现在竟然是在推动 这个高市路风险的优先改善计划 我们也就把它纳路做规划了 碍于道路宽度等因素 新标线增设左转车道 划设面积受限 市工所立即沟通改善 以取消五处路口左转道 至于中央 信东以及建国路口 在道路重铺之前 分隔岛同步配合 左转道 建制而缩减 不受影响 因为刚改善完路人 用路人都不习惯 那我们也考量到 就是说因为这是中央在推动的政策 应该先实行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再做滚动式检讨 那经过了这两三个月的做检讨 那确实好像引发了一些事故 所以我们工所也赶紧 把一些次要的路口把它恢复了 那在昨天下午已经完成改善 地方反应不变的标线 已重新完成划设 施工所请民众无需担心 未来相关交通改善 也会滚动式检讨 保障通行顺畅安全